歡迎收看CTITalk 國際自由對決 大家好 我是林佳元 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窮景全世界的發燒榜 一起來充百萬訂閱 首先呢 還是要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說到新年呢 被說中國大陸在這一年的時候 經濟景氣復蘇了好有年味 而且各地煙火味道回來了 比如說景區塞爆的電影也是排翻了 而且來看到出國的人次也蠻多的 最多的去哪裡呢 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 去泰國 日韓抱歉沒有你們的份嗎 另外再來看到說到了過年 人民幣被說今年後世是看好的 但是美元遭受到很大的一個挑戰嗎 比如說來看到金磚國家 俄羅斯說呢 要成立一個 金磚國家貨幣的交換體系 開了第一槍 另外呢 巴西跟阿根廷也要討論 南美的貨幣 哇 那真的是對美元有很大的衝擊 好 說到了這個美元這一塊 中國大陸呢 現在也跟俄羅斯被打成超級被靠背 但是現在看到呢 中俄還有呢 南非即將在二月的時候舉辦軍演 美國時候這時候炒作說什麼 南非你怎麼可以跟俄羅斯進行軍演呢 結果南非外長馬上說 這是跟朋友之間的演習 意思就是跟你美國什麼事呢 另外再來看到在非洲這一塊被說呢 美國的勢力啊 真的是影響越來越小了 這時候又來炒作 債務陷阱又有用嗎 攤開數字 待會一一來打領 接著也來看到說 美國現在有求於中國大陸 布林肯在元宵節要訪問中國大陸了 但是來看到 又來玩兩面手法嗎 晶片戰 高科技戰 加大力道圍堵大陸 把日本跟荷蘭抓出來 要來圍堵中國大陸 另外來看到是說呢 但是 現在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Kevin McCarthy傳出在 大概是4月5月的時候要訪問台灣 然後呢 看起來 兩岸又要兵兵占圍了嗎 都是今天討論話題 接著來看到 今天重量級議談人有哪些呢 前立委 雷倩 嘉原好 觀眾朋友大家 新年好 大家平安 還有大家很喜歡的亮亮 大家平安 前立委 雷倩大使 佳恩齊 嘉原好 各位朋友 新年快樂 好 首先就來看到這個過年 來看到說中國大陸 景氣復蘇的 這個年味蠻重的 煙火氣回來了 來看到大陸境內遇3億人次出遊 出國增加了640% 亮哥你怎麼看 北京的景點爆滿了啦 雲南的西山綁納被說擠爆了 然後呢 春節七天 明航運送的旅客來到900萬人次 年增79.8% 然後呢 比2022年 春節同期增長 多達79.8% 然後去哪邊玩最多呢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啦 這些是最多的 好 那再來看到 美國的媒體 輿論風向變了嗎 來看到華爾街日報說 說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首個春節 中國大陸消費市場 迅速回暖 然後呢 彭博社說 中國大陸就好像新冠病毒不再存在 一樣 這樣過年 旅遊景點塞爆了 電影院也是塞滿了民眾 的確來看到現在累積的票房 已經70億的人民幣 好多人看什麼 看啊 這個像是滿江紅啦 然後還有包括了像是 流浪第九二啦 這些都是非常受歡迎的 亮哥 你怎麼看 我這個美國媒體轉向是 我認為是最反諷的啦 就是之前所有有關 新冠疫情多嚴重的報導 我這幾天看就突然都不見啦 不見啦 不知道要報導什麼 結果我看了早了半天 總算找到有報導 英國的衛報 英國的衛報也不是新的訊息啦 就是說累積到目前死亡多少的估計 那連CNN也不知道怎麼報導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主要的城市啦 還有風景點 這個疫情的高峰 基本上已經過了 然後沒有非常驚人的疫情 所以他們乾脆就不要報導 OK 也不見為盡啦 那事實上之前 它包括連對中國大陸第一劑的GDP的估計 都是根據這個在估的 然後普遍看壞嘛 不是嘛 然後又說 中國大陸恐怕要到第二劑 那才會有復甦的機會 那結果看到這個 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比如說春節 比起去年是增加了將近 叫79%嘛 對 那我也看到大概已經回到了 2019年的76%左右 所以基本上就是 被壓抑了大概兩三年的消費力就是 整個爆發 當然出國的更是不得了 對啊 我看到幾個地方啦 比如說巴厘島啦 這個 奈老師 要問奈老師啦 因為奈老師 他剛回來 一定碰到一大堆大陸旅遊客 聽說巴厘島的飛機是增加33倍 這個 這個 我就說奇怪 不知道他們兩個怎麼會買不到商務艙 因為我看他是坐經濟艙去的 我猜一定都被買光了 這個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連動到 很多人對經濟開始做重新的評估啦 對 包括很多機構 我看到的一些機構啦 大概 很多大概都是從4.8起跳 在估啦 你說中國大陸的經濟 就今年啦 就今年啦 那有時候會破五啦 我還看到劉尊毅 香港大學他還特別樂觀啦 他說今年應該會有機會衝到六 OK 那都公開寫文章了啦 那 基本上我是覺得 他們會驚訝於 中國大陸政策的靈活啦 還有迅速 就是 那接下來當然就兩會 李強就要上來了 那李強的表現我認為 也會讓大家意料之外 我現在已經聽到一些人在講 所以李強事實上 對經濟的實務的理解 不會輸李克強 搞不好更好 OK 搞不好更好 這個我們以後拭目以待啦 OK 那我覺得主要就是 這個就比如說上海的股市 因為它已經漲了 已經20%了 那我們一般在定義啦 這個蔡姐比我懂 很多人說什麼叫進入牛市 什麼叫進入熊市 那20%就是一個起點 OK 那為什麼大家會開始樂觀呢 因為香港從去年11月到現在已經漲了57% 那大陸是慢牛啦 那香港那個已經漲很猛了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中國大陸的股市可能會有一波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你看到那個西方的媒體的迅速轉向 因為我現在 因為我 西方的媒體我大部分都有定了 那我前一陣子就覺得實在是太偏了 所以基本上就follow華爾街跟彭博 OK 那我覺得彭博算是 比較實在的 因為他用經濟在算 他用經濟在算 對 他比較少受到 政治在那邊 那些政治的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這個就 表示 他防疫還是有一定的科學的標準 OK 事實上比如說如果即使是我們講的說 這個死了假設是100萬 那也是在估計內 並沒有超過標準 超過大家的預期 那前一陣子 剛進入那個大大傳染的時候 有人還說死好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等等 那現在那些人都不見了 OK 所以我是覺得 基本上他還是有根據一些數據 在做政策的調整 不過我覺得這一波大概就讓人家看到 他的財經政策的靈活程度 是財經政策的靈活程度 當然也就凸顯出 中國大陸其實做好了準備 所以才會被說是科學防疫 所以憲姐您怎麼看 剛剛亮哥說了 西方媒體轉向了 不敢抱這個中國大陸 疫情有多嚴重多嚴重 現在來看的確用經濟理性來看 高盛2023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 上調到5.5% 摩根史丹利一個月內兩度上調來到5.7% 然後紐約時報開始說 習近平主席從紀律委員會的身份 搖身一變成為拉拉隊的隊長了 然後呢來看到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呢 來看到這個 開始說 中國大陸也許來4.8% 美國是0.4% 歐盟0.2% 日本1.5% 英國是0.8% 俄羅斯是負的2.9% 好再來看到呢是說 香港已經連六週上漲了 本月上漲14% 更是標誌至少30年來最佳的開局 被說進入了牛市 花家日報還說外資大局的買港股 A股中泰股等等的 倩姐妳怎麼看 對這一系列的數字中間還要再加上一個 IMF在DAVOS的時候特別有說 就是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的復蘇呢 大概第二季就會開始 本來有些時候有些人認為是在下半年就是 大概第三季 可是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呢第二季就會開始 根據剛才亮哥的分析呢 其實第一季已經看到了非常明確的 非常紅火的新年的開局 那這個開局中間我覺得 當然有很多的數字是意料之內 譬如說我們知道有這麼多人返鄉 會有這麼多人在流動 有這麼多人去各個地方 他們鼓勵說你就在在地的景點去 在那個地方去度過新年 而不要走那麼遠 但是就是這樣子去鼓勵大家 在在地去旅遊呢 還是有非常非常龐大的 國內國外的旅遊的人潮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三年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而到今年的開年的時候 就是一個全新的氣象 就是虎去吐來的一個新的氣象 我認為剛才還有一個我們略過的東西 我想講一下 就是電影這件事情真的很精彩 因為今年無論是你看到了 現在的第一名的滿江紅 或者是前幾年第一名的 像長津湖這些 其實他們真的代表了一個 在我們剛剛看到了什麼 經濟戰 科技戰 最後有一個文化戰場上面的 一個新的趨勢 就是原來的文化全球化的時候 整個的電影這個產業 是由西方來定義的 我記得我在1997 98年的時候 涉及一個收購一個大的電影市場 那那時候我們看到的每個電影呢 你要看說 我在美國賣完了以後 國際賣多少 國際賣完了以後 到電視上那個 付費頻道賣多少 不付費頻道賣多少 再來再去看他的遊戲呀等等等等 可是現在在全球化的時候呢 你第一個可以看到 大概在過去10年 就是中國電影突飛猛進的10年 10年前我還有很多華盛頓 應該說華爾街跟這個洛杉磯 就是好萊塢的朋友們 在中國大陸去尋求核拍片的這些機會呀 所以我還帶他們去做過不少的實地勘察 那個時候的中國電影 跟好萊塢說故事的能力 還非常非常遙遠 可是過去10年 大概從2014 15年開始 每一年的票房的冠軍 你就看到已經是 中國電影說中國故事了 OK 那這個中國電影說中國故事 它有三個很大的影響 第一個是你的題材改變了 第二個呢 是你的商業模式改變了 你知道中國很多的電影都是 但是在互聯網上的故事已經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且有很多人追逐了以後 也同時去進入了電動電玩的這個世界 然後再變成電影 所以它的商模改變了 第三個是它最重要的是 它全產業鏈改變了 非常複雜的電影的製作的特效 已經開始跟西方可以並駕齊驅了 所以你現在如果看在這些年來 美國的好萊塢的大片在中國可以賣的 全部都是非常多特效的電影 比如什麼復仇者聯盟 Speed 這些還有阿凡德 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特效 而現在中國大陸自己的特效產業 已經突飛猛進 包括他們自己也有一個像 有好多公司啦 我隨便舉一個叫VHQ 它就收購了很多小的公司 使得他們說故事的能力變強了以後 它在全世界跟好萊塢 一起去說故事的能力 甚至可能更高 因為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像復仇者聯盟這些 其實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它的模式是很簡單的 就是是非黑白善惡 最後就對打 所以它的故事線非常非常的簡單 可是中國大陸的故事線都很複雜 因為它有很大量的那種電視影集 電視的那個劇 就已經是在用電影的規格拍了 裡面的人數眾多 情節複雜 特效非常非常的 非常多的讓人目眩神迷 所以說當你看到了一個非常複雜的 中國觀影群眾已經被揚起來了以後 其實那種很簡單的西方的故事線 在中國就賣得不是那麼好 譬如說長城啦這一類 就是很簡單的西方的故事線 就很難賣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在看的 下一個國力的表現就是文化 你說中國故事 然後在這個整個的最大的一個產業 因為電影是所有文化產業的龍頭 在這個地方題材變了 商模變了 它的全產業鏈的發展也變了 這些都是中國故事 它在全世界將來 能不能夠跟西方一腳長短的 最重要的關鍵期 因為現在它在中國市場 已經是百分百的 已經碾壓了它的西方的對手 可是它能不能夠在其他的市場上 也能夠讓其他的市場接受呢 我覺得首先第一個 像非洲的那個市場 就已經它連連續劇都可以接受 連街場裡短的 媳婦的美好年代都可以接受了 所以它應該也會有一個 真正很好的 全球化的文化市場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嗯 竟然講的這個是軟實力 也就是文化自信 尤其是我在看資料的時候 滿江鴻這次被說張藝謀大導演 他的這個作品呢被說 它是有月飛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呢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像倩姐剛才說的 那個故事線 善惡對雷 善惡黑白是非 就對打就這樣子 它不是這樣子 還有包括有懸疑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你要看科幻呢 流浪地球2 這也有一些很多的 這些動畫在裡面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一塊 軟實力這一塊被說起來了 這當然也是文化的底蘊 還有呢在AI還有這些 科技的嚴厲的一個創新 倩姐講的讓大家很有共鳴 另外再來看到 中美真的是經濟兩樣勤 美國第四季的GDP放緩到2.9 但是是超乎預期的 好 那尤其來看到個人消費支出 現在只有3.2%而已 好 美國一月的綜合P&I出值 來看到是46.6 12月前來到是45 好 這是緩慢的增加而已 好 另外再來看到的是說 Blumber也說 FED在2月1號會升起兩馬 從4.5 調升到4.75% 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有望 會復甦到正常的軌道 還有來看到大使 人民幣逆襲 尤其是虎年的最後交易月的時候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收盤是6.7740 好 人民幣在今年 也被說是蠻看好的 再來看到 美國現在是有點擔心了 因為來看到 不斷的被賣美債 日本連續四個月都是減持 就在11月的時候 開始有增值178億美元的美債的部分 好 中國大陸也是不斷的減持美債 而且來看到已經來到了 是8700億美元的美債的一個數值了 所以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是不斷的怎麼樣 不斷的在減持美債 美國現在美債的這一塊 也要求助中國大陸 對 美國現在國債已經超過31兆了 對 所以它已經快到了美國這個 外債的上限 所以它事實上問題蠻大的 那就美國的第四季的 去年第四季的經濟表現 事實上是比較好的 它這個前三季都沒有這麼好的表現 對 那所以事實上的話也造成了 就是說美聯儲 決定2月1號只升起兩碼 這個整個跡象顯示 就是說美國的經濟 它這個宏觀調控 控制這個整體的表現 尤其在一直通膨上 事實上已經有比較好的效果了 另外它的那個失業率 現在看起來還是 基本上還是保持一個比較低的數字 所以看起來美國的經濟 可能沒有我們預期 原來預期的這麼差 可是在過去美國這個 因為快速的提高它的這個利率 美元的利率 國內的利率 造成美元快速的回流 然後美元這個好 相對其他的貨幣來講的話 它的漲勢也比較大 那很多像日元的話 曾經一度跌到1比135 那麼120 150吧 1比150 最低的時候 最最低是150 最低1比150 那造成很多各國的貨幣很大的壓力 不過在整個這個美元的這個 強勢美元這個壓力下 人民幣去年還能夠保持 那樣的一個表現 基本上的升幅我看是達到了 美元中間價的一個 標準來看升值還升值2.79% 這個來講的話我覺得對於整個人民幣 在國際市場上面給別人的這種 信用來看是非常正面的 人民幣呢在今年喔 被說還會呢持續穩步的求穩之外 另外再來看到美元會遭受到 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尤其是不只是人民幣啊 更多國家喜歡用了 俄羅斯喜歡用之外呢 美元自己受到什麼樣挑戰 就是開發中國家的逆襲啊 譬如說呢 南美要成立南美的貨幣 然後呢金川國家也許還有共同的交易貨幣 好大使你怎麼看人民幣呢 被說在最後虎年的最後交易月的時候逆襲 另外來看到是說很多開發中國家 也要對美元進行挑戰 譬如說來看到 這個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說 要考慮建立金川國家貨幣交換體系 在今年8月南非金川國家峰會上要進行討論 對其實人民幣要正為一個國際 就是它要國際化 它就是要兩點的表現來看 第一個要作為其他各國央行的儲備貨幣 它的比例要增高 第二個就是說它作為國際貿易的支付的工具 它的比例也要增高 可是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匯率就要必須要穩定 你不能夠針對 相對於美元 你大起大落 那人家手中持有大幅人民幣的話 那風險就太高了 那美元是因為長期以來 它就是一個強勢貨幣 它大起大落的話 事實上的話 你別的國家 能夠做調整的空間也沒有那麼大 那可是人民幣是一個新興的一個貨幣 要成為一個新的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強勢貨幣的話 那你就要給人家的你的表現 一定要有那個穩定度存在 我不能持有你 我持有你大批人民幣 結果你給我大起大落 那你要縮貶貶個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話 那會相對會影響人民幣 將來被國際市場上接受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人民幣在過去這個 美元在做大幅的 美國在做大幅這個珍惜的過程中 還能夠維持相對的穩定 而且最後是往這個增值的方向來表現的話 那也象徵了中國經濟的實力 那你這個貨幣背後 一定要有相對的這種 極大的實力在存在 那這一次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考驗 給國際社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證明 就是說人民幣在面對美元 這樣子大幅的起伏的時候 能夠跟著美元不做大幅的升降 這一點算是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 應該是通過考驗 我想對於人民幣國際化來講 將是一個非常好的一次 一個紀錄 而且我看這些 這些外國的這些 這些金融機構 基本上預期人民幣在今年 尤其在下半年 人民幣對於美元相對還會走強 那這個 因為美元沒有辦法再這麼強勢了 在今年了 沒有辦法這麼強勢 這個對人民幣來講的話 絕對是利多 我今天如果要 持有人民幣的話 如果它的匯率一直在降的話 我怎麼會投資人民幣呢 對 所以人民幣的第一個 它在過去在波動中 呈現了一個高度的穩定度 第二個在動亂之中 它還可以增值 我覺得對人民幣的國際化 將來不管是作為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的比例 還有就是作為國際 整體國際貿易上一個支付工具的比例 我覺得都會 都會有增長的作用 不過一個國家的貨幣真的 我們現在看出來它要成為這個 國際儲備貨幣有幾個重要條件 經濟條件蠻多的 很多都是經濟條件 可是有一個政治條件很重要 有一個政治條件 我記得以前有人提出來 就是說一個超穩定的政經結構 主要其實不是經濟 主要是政治結構 也就是說你這個國家 你這個體制崩潰的可能性 是零 那叫超穩定的政治結構 也就是說你不可能 預期它在20年或30年或10年之內 它的政治會崩解 所以西方的媒體常常喜歡去形容 非西方的政治體制 有隨時崩解的可能 有啊 前天說中國崩潰論 對 這個背後的目的 其實就是在保美元 也就是說你人民幣 你不要看 這個幣值你拿一大堆 可是它的政治體制不穩定 可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這個西方所塑造出來的時候 超穩定政治結構 這個理論來看的話 好像看起來 球現在中國大陸一邊 也就是中國大陸 你現在你很難看到它 有立刻政治崩解的 這個體制大崩解的可能 而是 不管是國內的這個 老百姓對目前的政治結構的 這個信任度 跟接受度都在快速增加 國際社會 也認為中國大陸的穩定性 政治結構穩定性 可能是超越美國的 相對於回過頭來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可是美國現在面臨的國內危機 你會發覺它是不是一個 美國人過去很自豪 西方人很自豪的 他們一個超穩定的政治結構 我們以英國來講好了 英國很可能下一波 就可能是大英帝國的 第幾次的裂解 因為蘇格蘭可能要離開 那這個國家的經濟 整個政治體制不是在 往裂解的角度看嗎 那它後面還有北愛爾蘭 還有威爾斯呢 所以它是不是一個 超穩定的政治結構 大家很難講 那美國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提到說 美國這個過年期間 沒有什麼注意到 關注到這個 中國大陸的問題 都在關注美國問題 你知道美國 槍擊案 這一陣子發生多少槍擊案 好嚴重 最近他們最大一個 最大一個 最大一個事件就是 Memphis Memphis 在這個美國南方的 那麼五個警察 活活又把一個黑人打死 不是用槍打死的 把他揍死了 那在美國又引起軒然大波 所以呢 我看在街上 美國的那些上街頭去抗議的 用了一個標語很有趣 他說我們堅決反對 警察恐怖主義 你說美國人會形容 他自己的警察是恐怖主義 哪一個國家會形容自己國家 國家的警力是恐怖主義呢 可是因為太多了 相對回過頭來 你看加州 兩個 兩次的這個華人社會的 這個槍擊事件 最近又發生一個 在這個 還是在這個Beverry Hill 這個很高級的區域 一個party結束以後 坐在車上人 又被人家槍擊打死了 所以美國現在這個 內部的問題很嚴重 在接下來 你看光共和黨 現在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Trump 他現在在警告 你不要對我背叛我 他在共和黨裡面 也有點搞點恐怖主義 那共和黨最後是不是提名他 不知道 可是問題他現在還是 這個這個支持度最高的 那共和黨跟民主黨之間的鬥爭 大家會發覺他已經不是 一種政治權利的鬥爭 背後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 跟種族主義的鬥爭在裡面 所以美國這個是不是一個 超穩定政治結構 我們不知道 那對於一個貨幣 最說實話最傷的 就是你的政治結構 被人家懷疑 你是不是有一個穩定的未來 這個是被人家懷疑的 第二個 美國自己在俄乌戰爭 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也就是把美元的這個信用基礎 自己把它用大鐵錘把它敲毀了 所以現在大家持有大量美元資產 或者以美元作為主要投資工具的 這些國家 基本上對美元的信任 都因為美國自己的作為 對美元產生了高度的這種懷疑 那所以中國大陸本來人民幣 事實上如果光要靠中國 一國的努力來講的話 要成為國際的貨幣的話 這個國際化的話 事實上是比較困難的 那因為這個條件非常多 可是現在再加上國際社會 越來越多的國家 要配合中國大陸的 人民幣國際化 因為他們希望看到一個新的 替代性的一個國際上 具有這些穩定性 可靠性也好 而值得信賴的 這樣子一個貨幣的話 人民幣現在被看中 所以俄羅斯正在帶頭 俄羅斯正在帶頭 那麼還有一些像這個 像這個拉丁美洲國家 他們也發行自己的拉美的 這個共同貨幣 不過這是比較困難的 可是人民幣是現成的 它維持了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一個它過去的表現以外 還有中國的強大的經濟的 這個穩定性來看 還有一個 我覺得最近大陸一些學者 講的蠻有道理的 就中國必須要維持 作為世界工廠的 這一個在全球經濟上的 一個重要地位 因為你保有大批的人民幣以後 那你要從中國換回來 你需要的貨品 你也許 不能夠買到那麼多的服務 服務不這麼多 可是你的物品很重要 也就是我保有你大批人民幣以後 我可以保證這一些貨幣 貨幣其實就是一些信用 它可以換回來實物 這很重要 那中國事實上 你跟我要買汽車 我有汽車 你需要汽車 我有汽車 你需要這個工具機 我有工具機 你現在甚至需要民航機 我都用民航機 造船中國已經世界 造船已經是中國的 世界的幾乎的一半了 那你要造船用人民幣 你守望大 我跟中國可以用人民幣換來 這麼多的這些貨幣 商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人民幣事實上 國際化過去努力了這麼多年 現在的整個大環境 比過去成熟很多 第一個中國本身的經濟實力 製造業實力已經展現出來 還有一個 就要拜美國之賜 美國在自毀長城 給人民幣變國計畫 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當然世界各國現在在推的 就是說本幣 本幣的一種互換 結算一種機制 那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幾個國家都在推動 俄羅斯在推動 南非在推動 那麼拉美現在也有 有計畫搞自己的貨幣 那麼還有就是說 這個阿拉伯國家 沙特 沙特為首的 他們對於手上 持有大量美元資產 已經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了 倒是被迫的 所以要把 希望把一個新的貨幣 推上一個重要的地位 讓他們的資產 讓他們的這些 讓他們的這個 有停住之所 所以我覺得 整個環境就是說 對中國大陸 人民幣的國際化 是極為有利的 是 這個是一個主觀的 這裡我補充一下 事實上 美元是對所有幣值都在跌 OK 我跟你講 人民幣從最高7.3 現在升到6.78 它是升了7% 日元 從150升到129.8 是升了13% 歐元 從1.04升到0.92 歐元是升了11% 所以你不要以為 只有人民幣在升 是美元現在信用 已經快要破產了 就所有的人都不看好它 所以全部都在升值 所以你不能只看人民幣 你要看日元 你要看歐元 這樣才會準確 OK 的確 美國被說 你現在是自毀長城嗎 我想先問一下歉解 因為現在 大家都知道 美元現在是全世界最強貨幣 沒有錯了 但是呢 發展中國家降低美元的比重 俄羅斯最積極了 像拉夫羅夫外長就說 考慮要建立金專國家的貨幣交換體系 然後8月的時候 南非金專國家峰會就要討論 BREASE當中好多國家都舉雙手贊成 來看到了巴西的部分 魯拉說 如果他能決定的話 他就直接選擇自己國家的本幣結算 所有的貿易 啦 南非外長說 金專國家希望找到 繞開美元的方式 好 沙特的財政大臣之前也說 討論要用美元以外的貨幣進行 好 持開放的態度 好 來看到 俄羅斯其實 2022年人民幣在俄羅斯市場的份額 來到40%到45% 2023啦 這個數字還要增加呢 莫斯科交易所 早就有人民幣結算的貿易的基金 然後呢 還有用人民幣計算的保險的計畫了 對 如果我們 簡單的把世界分成資源國 生產國 那上面是品牌跟金融國的話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在上面這一塊 可是現在剛才嘉元所念的這些呢 就是資源國跟生產國 他們彼此中間開始有 不再以美國為核心的交易 因為過去其實在台灣就很清楚 我們有一段時候呢 我們主要的出口 就是出口到美國 出口到歐洲 但是現在在以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跟RCEP加的這個經濟體裡面 他們自己內部的雙邊跟多邊的交易 已經越來越多了 所以就不再是 往美國單方以美國為軸心的 這個交易體系 我們上一次在這個節目中說過 在歷史上有很多主要的交易貨幣 他們多半都是在那一段時間中 這個國家是最主要的交易體系 所以當大家都要跟他交易的時候 你當然是用他的貨幣為主 但是美國已經逐漸不是那個主要的 交易體系以外 他也不再是一個主要的生產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就是 經濟跟金融兩個的脫鉤的這個現象呢 金融上面是有一個巨大的泡沫 而且這個泡沫大部分都在美國手裡 更是在美國非常少數 只有40萬工作人員的華爾街手裡 那麼這個金融體系跟其他的世界 在脫鉤的時候忽然之間 這個其他的世界看起來底氣越來越強 因為剛才講的金磚國家中間 不要忘了最近要申請加入的國家有 阿爾及利亞 埃及 伊朗 巴林 跟沙特 阿聯酋全部都是資源國 而這些資源國當他們開始 無論是用本幣互換 或者他們自己在內部 用一種替代的方式來交換的時候 那麼美元體系在整個的結構中間的 三個支柱 一個是你是交易跟結算的貨幣這個地方 它的比例就自然降低了 第二呢 它是定價貨幣這件事情呢 比例也就降低了 這個我們很清楚的在石油跟天然氣這個部分 尤其是以中東國家跟中國大陸 所簽的合約中間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定價 所以前面是本幣結算 就是交易跟結算 可是第二個就是定價機制 包括上海的石油期貨 它都會進入一種新的定價的機制 所以美國也會逐漸的 百分比會減少 不是說它立刻會消失 但是它百分比會減少 第三個到目前為止 還很難撼動的 因為它量體最龐大的是儲備貨幣 但是我認為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 當所有的資源國跟生產國 他們有很多彼此互相的貿易的時候 他們有一天就忽然 就醒來說 為什麼我們辛苦勞動的這些果實 要被美元的匯率所影響呢 剛才大使講過了說 你要做一個儲備貨幣 你要長期的穩定 那對不起啊 美國的 美國的美元的長期穩定 是建立在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了 無數次的這個圖上 就是說它的聯準會 從2008年的次貸風暴開始 一直不斷的加發 它的貨幣使得它的資產負債表 從1兆到5兆到8.8、8.9兆 所以美元其實已經虛胖了那麼多 但是它的匯率卻是穩定的 這件事情本身 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它的這個穩定 跟其他國家跟它相對的匯率來說 其實有很多受到傷害的國家 包括阿根廷 和你們現在馬上就會看到的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都是曾經受過傷害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元的三大功能 是交易結算貨幣 百分比會降低 是定價貨幣 資源國會有一種 替代的定價方案 雖然一開頭的比例可能會比較小 再來是儲備貨幣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 各個國家也會逐漸的去減持 它在跟美國用美元做儲備貨幣 而這些所有的減持中間 最大的一個是中國大陸 最重要的原因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 是長期的經濟順差的 它不必留這麼多的錢 去預備到時候結算使用 所以它本來就不需要 留這麼多的美元的資產 既然不需要留這麼多 美國的儲備貨幣 那自然就要拋售美債了 因為沒有必要去留 這些美元資產 這個跟兩邊的經濟實力 是實習相關的 因為就在去年來說 我們光看大概前11個月的話 兩邊中國大陸的貿易 順差已經有3700多億 所以它需要去留這麼這麼多的 美元資產嗎 其實已經不需要了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日元去拋美債 或許是因為它要防禦日幣 可是中國大陸去拋美債 卻是有實打實的經濟原因 因為它跟美國的經濟的 順差非常的大 它一直不斷的在累積 越來越多的美元 就是光是交易來說 所以它事實上 並不需要留下這麼多的儲備 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 真的就是一個新的世界 那些資源國跟生產國 會有一些替代的交易系統 而這個系統中間 會有更公平合理的機制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發生的 世界大變局 的確2023的開局 就讓大家看到 美元會不會一點一滴的 被崩解了嗎 尤其是美國 自以為自己的是三美 美元美軍還有話語權 但是會不會在2023年 加速崩解呢 我們說到這個幣值的部分 討論真的太熱烈了 因為呢 剛剛說的Breece的這一塊 要說要討論是包括了 金融國家的貨幣交換體系之外 來看到南美呢 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譬如說呢 巴西總統魯拉 就跟阿德根提的總統 進行國事訪問嘛 說要建立南美洲的共同貨幣 說有機會希望能夠擺脫 對美元的依賴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貨幣區 僅次於歐元 好 來看到呢 像魯拉就說要減少依賴美元 建立南美洲共同貨幣 說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還有一個名稱叫做蘇爾 亮哥你怎麼看這兩邊的 這樣子一個說法 我覺得 這應該是美元霸權第一次 被很多邏輯在同時挑戰 剛剛倩姐講到那兩個大邏輯 那會繼續往前走 第一個就是 中國大陸它本身的製造能力 還有資源的能力 那製造能力這個是實的嘛 它比如說今年的成長 假設有5.5 那對比美國 美國就不到1嘛 那自然而然 你越往後走 比如說現在我剛剛說 它升值了7% 我相信到了第四季 它升值會更大 那個就是跟著它的經濟實力一起走 那另外就是剛剛倩姐講到的資源聯盟 就是有很多原物料的國家漸漸發現 他們要聯盟才有溢價的能力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是美國把自己做壞了 就它太自私 它不斷的升值 那使得日本跟歐洲開始保護自己 比如說我們看我剛剛講的說 日元在升值 歐元也在升值 因為這個人家就會開始看嘛 就是說你美元都已經升值到 去年升到這個樣子 升息了 那你今年經濟又這麼差 你怎麼還會有升息的空間呢 所以你現在手上只要有美元的 你一定是賣嘛 比如說剛剛講到那個日本 日本已經連續四個多月賣了 2400億美元 美債 它主要是為了捍衛日元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是為了避險 因為它手上美元資產 如果是外匯儲備加上 私人企業 國營企業 太多了 三兆多 對啊 三兆多你想一想俄羅斯的處境 它當然要減持嘛 所以它這個減持沒完沒了的 不是只有美債 它海外資產我認為也會調整 那類似的情況就是有那個避險的需求的 就會包括我們講廣義的中東 伊朗 俄羅斯 這些資源國家嘛 是 它當然會覺得你這美國 隨時都用政治標準在審判別人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多種邏輯同時爆發啦 坦白講美元霸權真的要 面對最大挑戰一定要 各種邏輯都來了 OK 東打一個西打一個 坦白講他這個真的就是拜登 拜登坦白講你如果從歷史來定論 OK 現在還不能說蓋關 人家還有兩年多 就你就是一個很短視的人 這個金融制裁不能亂用 你在傷害你美元的信用你知道嗎 我覺得完全正確 它如果沒有動SWIFT的核武器的話 對 今天不會讓大家對於美國的信用 這麼沒有把握 和這麼疑慮 因為人家給予你的信用 你竟然用政治來搞 那就這個世界 已經沒有一個東西不能政治化 人家本來是信賴你 所以用SWIFT的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國際秩序 總要有一些是 不能受政治影響的嘛 對 結果你連這個 你都要把它政治化 那以後誰還能夠信你 對不對 對 所以他現在自己碰到很大的麻煩 他是31兆的國債 然後他那個天花板又到了 到了 我看你怎麼辦 是 因為共和黨絕對不可能再讓你發貨幣 或者挑上限 沒錯 所以你就是要砍嘛 那目前聽出來的就聽到的就是 他的行政部的那個裁量經費要砍 不然你到時候就大家都關門啊 對 就你已經做到 然後連自己的反對黨就共和黨嘛 對 我都沒辦法撐下去了 是 那更不要講你的盟友啦 因為你就是升息嘛 不斷的讓人家錢都流到你那邊去 那人家要回過來保護自己的 本地的資產嘛 對啊 就是日本跟歐洲 這個不是對抗 可是 他也要自保啊 你逼人家要自保嘛對不對 他必須要自保啊 那至於資源國家呢就是對抗 那我覺得中國今天有一個大利多啦 就是金磚國家目前聽到的訊息 可能會擴容到12到13個國家 沒錯 那我認為人民幣一定會成為 它的共同使用貨幣 OK 這個在國際支付的比重 會有比較大的調升空間 的確 美元的霸權 當然它是很強沒錯 但是剛剛亮哥說 很多的邏輯都一連在場 挑戰美元的霸權 所以一點一滴 它會遭受到侵蝕